好,這個視頻的話我們主要目的要分享一個如何在HiveOS上做一個顯卡BIOS的一個備份跟一個燒錄的動作 好,那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在HiveOS的話做一個ROM的下載很方便,燒錄的話也很安全 我個人認為是這麼認為啦,那其實在Windows也是OK,只是說在HiveOS上有它的優點 那Windows上的優點就是說它可以在上面直接做一個修改之後直接燒回去 那在HiveOS的話就是你可以做一個遠端的管理,就這樣子 而且你可以在下載ROM可以存到它的資料庫,它是幫你做到管理的功能 好,我們現在開始,假設你現在在挖礦的礦機的話,比如說是Apple2號 好,那我們要做一個備份之前,我們要有一個動作就是 我們去先啟動一個維護模式,我們將維護模式 Wisloading drive讓它點一個應用,啟動它 然後呢,當你可以重新開,那我不建議重新開機 這個時候呢,要做一個動作就是停止挖礦軟件 那如果確認挖礦軟件停了沒有呢? 當然我之前比較偷懶,就直接在挖礦的時候直接去備份起來 那比較好的做法的話就是我們先把它停掉 那你不確定停不停掉的時候,上面的IP,我們可以去遠端看一下 到底停掉沒有 那Login的名稱叫做User,就是預設的 那密碼就是1,它不會顯示打Enter 然後我們打Minor,看看有沒有在挖礦 好,沒有,看要停掉了 好,那我們就回到這個挖礦的頁面,我們來看一下,對,停掉了 好,那我們要點我們的礦場 那我們要點擊顯卡 點擊顯卡第一個步驟就是我們從備份開始 比如這個選卡的時候,右邊有3個小檢,你就點 那就選擇下載BIOS OK,那就這邊,就保存到礦場的儲存區 我們就點下載 好,我剛剛有下載過一次,它會可能把它蓋掉 沒關係,我們再下載一次 那這個下載下來,到底是被我改過還沒改過的 我已經記不清楚了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做一個稍微的動作 因為我的儲存區域很明顯的就是Wolf 出了一個分類,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大概花個13秒 真的13秒 好,OK,那如果出現的話,你就可以點擊它 點擊它的話,你就可以做一個動作 就是可以存到個人電腦,那我就不存了,OK 好,那假設第二個動作就是說 我們在Windows殺好了 那我們要把殺好的東西 我們要放在它的資料庫 這時候呢,你一樣 重複同樣的剛剛的動作 OK,假設你要再外觀還要重複剛剛的動作 我們要到那個 一樣點擊顯卡 然後打這個點這個右邊的資料庫 ROM的資料庫 那你就要做一個添加BIOS 去選擇你個人區域的電腦把它上傳過來 這個步驟就不講了,因為就很簡單 好,那假設我們上傳過來了,OK 我們就要一樣,我們要做一個燒路 一樣,我們就要一樣回到這個礦場 然後就點擊顯卡 OK,我不再點了,OK 到顯卡的時候呢,你就看到你要燒路 比如說這一張好 好,這一張是我剛剛燒路失敗的 可是燒路失敗對本身這張卡沒有什麼影響 它並沒有燒進去 也不會說燒到一半就壞蛋那邊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安全的 Windows的話好像也是差不多 不過我覺得Linux比較單純一點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稍微去嘛 就是把改過的BIOS的ROM 稍微去,就點三個小點點進去 那這時候我們要去選擇 你已經改過了 我們就選擇VBIOS 那這就是說你已經上傳的 或者說它原本備份的區域 那我已經有上傳的 這個就是說這是原檔 OK,有自己輸解的 那這個應該都是破解過的 其實有沒有破解我已經記不起來了 OK,那我會選擇最上面的 應該代表已經可能破解了吧 我不太確定 好,那沒關係 我們就選擇它 選擇它的話它就會輸 先就是說OK 它在準備中 好,那準備好了 它在最上面 然後就點這個燒路 我們就點進去 好 這時候就讓它去燒 大概也是等個十幾秒鐘吧 我們看一下 OK 好,它燒成功的時候 會變成這個顏色 就像我之前有燒過一樣 OK 它就會出現這個顏色 那這邊代表燒好了 那燒好了 那燒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重新啟動挖礦 那我們就回到一樣 我們就選擇礦場 我們要選擇我們的這一號機 OK 這一號機 好笑的 好,那我們就解除這個 微物模式 OK,再選錯了 OK,Disable 應用 好,那正常的動作的話 應該是重新開機 那比較懶惰一點 我就直接做一個 重新挖 我來看看好了 因為你這邊挖正常 重新開機 當然就正常了 因為你ROM都已經 重新燒路過了 而且重新燒路過的過程 都寫在這邊 OK 它已經flashing OK了 那我們重新啟動 礦機 不是,重新啟動挖礦 不是 軟體 我們看一下是否有正常運作 好,順便我們來看一下 復習這個動作 一樣,點那個IP 然後點user 打user 密碼打1 按enter 好,打錯了 OK 打一次miner OK 開始挖了 那這個到底是破解過沒有 破解的 我重新燒的是破解 看起來應該是的 因為它的算力還OK 它網頁版的反應的那個 算力比較慢一點 然後你遠端監控是比較及時的 好 那今天的介紹到這邊 如果大家覺得有用的話 麻煩幫我按個讚 謝謝 完成